招工 招工 广招天下烧烤师傅 烧烤师傅 哎哟 那这烧烤师傅是不是烤串随便吃 小兄弟 我看你骨骼惊奇也挺扛造 怎么样 要不要了解一下 还有蛋壁工资 可以呀 穿个肉串做个烧烤咱还是会的 由于自博烧烤太过火爆 导致各个烧烤店实在忙不过来 所以特意在蛋仔岛上招收会烧烤的师傅 好 懂了 就是去支援自博烧烤呗 对 每天工资一万蛋壁 好家伙 这活行 我干了 大哥 你现在招几个人了 除了你 还有一个 其他蛋仔都嫌太苦太累跑了 这谁呀 难不成他也是冲着蛋壁来的啊 那什么 大哥 咱出发吧 别急 在就职之前 我需要检验一下你的烧烤技术 先跟我走吧 诶 月儿 你也在这呀 对呀 这活多好呀 其他脸蛋壁 以后可以免费吃烧烤 哦 合着你当烧烤师傅 是为了白吃啊 对呀 规则很简单 二位需要来场烧烤PK 地图中的各个角落都隐藏着积分 最终谁获得积分最多 谁就是今天的烧烤大师 当然 也就顺利通过了我的考验 那走吧 月儿 我可不会让着你哦 千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去菜篮子里看看吧 去闯关拿到菜品吧 啊 这就开始了 我这还没准备好呢 慧哥 我可是可准备着呢 最终的胜利肯定是我的 千 那可不一定 小伯伴 你们觉得我和月儿谁能获胜呢 如果支持慧哥的请扣衣 支持月儿姐姐的扣二 第一关卡 跳木桩 这有点难度啊 你的木桩它不老实 还会不停摆动 不过 那对于我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毕竟咱是特种的 你说什么 啊 那没关系 不急 咱们再来 慧哥 你行不行呀 这第一关我还要通过了 你别慌 懂不懂什么叫后来者居上 冲啊 好 第一关通过 咱们抓紧来洗菜切肉 慧哥 你落后太多了 你不该我没让着你啊 月儿 你别狂 指不定一会儿谁辉煌 哎 不要啊 完了 我失误了 你看兄弟们 反抄的机会来了 我只要一次成功就可以追上月儿 哎 完了 我也慌了 慧哥 不好意思了 你呀 慢慢闯吧 好 我也紧碎其后 去闯关串肉 做最后的准备吧 行不行呀 慧哥 我可警告你 别担我吃烧烤 嘿 这拍没结束呢嘛 发死了 怎么样 夏儿伯伯 今天的视频大家看得爽吗 如果感觉还不错 就来个长按点赞吧 走走走 接下来是跑酷关卡 必须争分夺秒 不过啊 我们在闯关的时候 要注意散落在角落的积分 你瞧 月儿的丫头没看见 我这不就抢到一个啊 来到下一关 躲避菜刀 哎 我们现在闯的 不就是做烧烤时的顺序嘛 洗菜 切菜 过来 完蛋 失误了 没知道积分 那谢谢慧哥 这可就归我啦 快快快 咱们得抓紧追上去 不然可一分都吃不到 好 月儿失误掉下来了 这反差的机会又来了啊 下一关是烙小饼 冲啊 啊 黑色部分不能碰 哦 懂了 成功再接一分 去你啊 哎 原来你不讲武德呀你 完蛋 下一关是两个积分 好家伙 这臭丫头搁这算计我呢 哈哈哈哈 这一关我和月儿需要配合 一起搬向的铺路 我来 OK 我先通过 咱们就不等月儿了啊 选择一条道路过去 这 这我高估自己了呀 选了最细的路 请等待所有人到齐后 点击按钮 追逐关卡来了 走走走 头也不要回往前冲 冲啊 稳住呀 头也不要回往前冲 得 又让月儿吃了两积分 没事没事 咱们继续 别挤别挤 你这样再深也过不去 快快快 跟在月儿屁股后面 说不定他等会就失误了呢 过来 差一点 差一点就强到了 慧哥 你已经无力回天 现在积分场距太大了 比赛还没结束 我是不会认输的 漂亮 成功反超月儿 前面关卡就是烧烤去了 流程到这里 咱们也就可以吃上烧烤了 OK 总算是吃到了积分 就先往前走 骗子 不是 怎么到最后肉串还坑我一下呢 完了完了 这不就让月儿跑我前面了呀 并且 还吃到了两个积分 来吧月儿 访关结束 我这儿 我这儿一共八个积分 你呢 慧哥 你输了 我有十五个积分 不好意思 这上考大师的称号就给我了 漂亮